大家好 欢迎回来《望向编辑部》的《寻找BNO早家移民的故事》的节目系列 今次我许散了 另外来来到我们的《易得台阳》 大家好 好了 请记得帮助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今天感谢大家的支持 可能你说你两个人搞错 人家這麼傷 這麼慘 還在笑 是他劉山你笑而已 是嗎? 待會你不要笑 再說下去 何解呢? 其實我們真的值得慶何的 為什麼呢? 如果真是撞歪一點 或者嚴重一點的話 會沒命的 甚至乎殘廢也不頂的 這麼大劑 撞到什麼呢? 說回究竟發生什麼事 可能你見到畫面就覺得很驚嚇 這麼傷? 我們看看這件事 我們經常都聽到 香港人有手有腳 移民到英國就一定行 是的 有人這麼說 記住 就算你是香港人也好 說什麼也好 你不是什麼金剛不壞之身 因此那些手手腳腳 萬一受傷就很糟糕了 因為他們很多時候都是從事體力勞動 最低工資還是怎樣 看到有一位港媽就把自己的老公的照片放出來 我們看到主要來說就是雙腳受傷為主 但其實我們仍然都會看到 其中一張照片 他的無名紙都是扎到 哇 進去不低調 哇 是很想的 哎呀 那為什麼他會搞成這樣呢? 其實他不是做倉務的工人 他似乎聽起來就高一級 港媽就這樣說 就著一件事有工商想問一下 我老公是Machine Operator 在工作的時候就被一些貨物掉下來 摘傷了 發生意外的時候 正正是做Agency給他的工 已經是最後兩天了 這些真的不幫不林美輕 那最慘的是什麼? 他本來表現很好 公司已經通知他可以轉場工 哇 轉場工啊 哇 等了很久了 難得 因為在英國賺錢真的很艱難 不要說BNO有啦 連本地人很多人都失業了 現在有這樣的機會可以轉場工 求之不得了 可能他的老公就說 喂 Honey 老公啊 公司說轉我做長工啊 哇 太好了 老公 你轉做長工了 好了 我煮好飯 等你回來慶祝啊 誰知道他以為 天啊 多謝你 給我這個機會啊 可能有感謝主 有這件事的時候 當他覺得是天降奇蹟的時候 說不知就天降這些貨物 打了下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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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現在看到的照片 就說他宋軟的還是怎樣 哇 看他的腳就瘀到什麼 他就集中瘀了其中一隻腳為主 如果瘀得最重要 可能真的挺誇張的 那個傷勢 看起來叫做傷勢很誇張 但是呢 為什麼他們一開始會播這個哈哈呢 他就真是幸運了 沒有斷骨 只是傷了肌肉 就說他現在就出院了 是的 不過他就覺得 醫生暫時開了兩個星期的Sick Leave 我想問一下 我覺得他的老婆呢 究竟他是擔心老公好不好得回 痛不痛啊 他又沒有寫他的傷勢是怎樣 就是說傷成怎樣 痛成怎樣 只是說什麼肌肉就傷了 沒有說其他事情 就是說很擔心他還是怎樣 他只是問呢 就是問來問去都是跟錢有關 就是如果現在 是不是真的叫做有Sick Leave 是不是有工資 怎樣計算 其他賠償又怎樣 他都說應該怎樣做 才可以保障自己呢 投資腳 他很虛心問一下大家 那他可能一個很掙扎的位置就是 糟了 他是Agency 他只是派來的工 雖然說轉做長工而已 他還沒有正式是長工 那他接下來這兩個星期的Sick Leave 究竟又如何呢 即是代表什麼呢 他想想 咦 會不會馬上計算了他 不好意思了 如果你要這樣Sick Leave 就等你先好 然後才正式開始你的長工 那他就變了 接下來可能有少許時間 我估計可能一個星期鬆一點 我估計 過兩星期左右 就沒有了那個收入 即是他會覺得 哎呀死吧 而一個兼職的情況下 受到這樣的工傷 那那一兩個星期的工錢 究竟怎樣呢 哇有時真的看見這些真是陰功 是啊 有兩個星期就不能出來做事 那兩個星期就沒有收入 沒有收入的情況下 還有一個風險就是 由於還沒有轉做長工 會不會突然間 決定收回呢 接著又不能轉長工呢 會不會有這樣的風險呢 這兩個星期呢 我覺得很難捱 對這位工友來說 是啊 他會很忐忑 正當他想著自己可以轉做長工 如果他正式轉做長工 接著才是大吉利是 這樣中頭掌 這樣打來 摘到一隻腳的話 還算是可以 那你是長工 那公司是否會賠得足一點呢 那你的色列是否會給足你呢 還是怎樣呢 當然啦 有些網民或者他們圍勞 都會告訴你大致上是怎樣的 這些不是色列那麼簡單 工商啊 你怎樣要上報啊 還是怎樣怎樣 甚至乎說到 有貨物跌下來 整箱這樣的話 是很嚴重的意外 那要上報 究竟公司有沒有隱瞞呢 還是怎樣怎樣 他們自己都是一頭煙的 還是怎樣的 大家都會想到一個重點 就是合約開始之前 當然是經理人員 要叫經理人員 報告到那間公司 又有電郵 又要拿回什麼證據 還是怎樣怎樣的 大家真的 原來他們練習相關的勞工法例 都不知道 或者權益究竟是怎樣 就衝了去做 其實他們都 似乎是做一些 相當高危的工作 但他們又不知道 還以為自己很開心 這些高危的工作 看來真的很危險 你看他 哇 傷成這樣 這次就叫做 幸好沒有傷到入骨 只不過是傷肌肉 但是如果下一次 傷到入骨 甚至乎斷了 隨時後果非常嚴重 以後都沒有了工作能力的話 那家人怎樣呢 有沒有想過呢 我也有看過 這個港媽的家庭是怎樣的 還有兩個很小的妹妹 哇 這些移英港巴 真的要想一想自己的工作 那些問題 還是怎樣 可能他們都沒有辦法 都要做的 都要捱的 要移民 要做英國人 餵得小孩子 還是怎樣 下山萬字 因此看到他們 其實有一些 本來都不是要做這些工作 為什麼呢 何苦去到英國 做一些存在著工業意外 那麼多的地方的工作呢 好聽就叫做 Machine Operator 聽起來好像很厲害 其實都是操作回你的機器 有複雜的 有簡單的 做哪一類型呢 賺多少錢呢 這就是一件事 但是那個勞工 或者相關的保障 原來他們只能夠圍爐地去問 還要看到他們那些 是七嘴八舌 還是怎樣的 其實老實說 是agency的工 那你問問那間agent 對呀 很簡單而已 不要找一些那麼危險的 不過 你能夠給這些那麼危險的工 就是說 能夠給你的 做的都是一些豬頭骨 對呀 其實我們再看看 也有很多這些已經港人 有類似的經驗 有些都說 差不多 都試過有類似的意外 不過已經是兩年前的事 也說是agency的工 他們很多時候都是要靠這些 幫他們找些工來頂住 醫生就給了他五天病假之後 再給他兩個星期 其實我們也不知道怎麼賠償 找agent幫手跟 賠償頭五天的薪金給我 然後兩個星期 那些sick leave 就會跟回政府 問政府 不知道怎麼搞 每個星期 就給你1804鎊 GP有沒有給你價也好 還是怎樣也好 給到上班為止 這個是我的個案 希望幫到你 如果這樣的話 你圍起這個數 就只有104鎊 圍起來就約我1000元港幣 請問夠什麼 有少啞 夠的 一架大小 一架大小 四個 104鎊 你看看我的腳 這樣的顏色 對 主題 變得 紫色 你看到 大概那件貨 摘到哪個位置 一摘 很厲害 肌肉 撕裂了 裡面的微思小管爆了 就會變得紫色 它真的爆得很厲害 所以才這麼紫 想起都突然害怕 這些情況下 那些什麼 疑英港人的烈大夫 可不可以幫他針灸 讓他疏通 那些瘀血 可以嗎 找烈大夫嗎 收錢 對 收便宜一點 對 收便宜一點 對 有些什麼疑英港人的那些 整張按摩床 推來推去推來推去 就上門幫你做推拿按摩 先找烈大夫幫你針灸 打通經碼 接著到福建的時候 就找那些疑英港人幫你按腳 幫你搓一下 很快就沒事了 那還好笑 有些人建議他 到時候跟公司說聲 可不可以安排一些 沒那麼辛苦的崗位的工作給他 你又想 你頂著 哪裏有那麼多沒那麼辛苦的工 沒那麼辛苦的工 是其他人先拿了 輪到你了 我認為你要有這樣的心理準備 不要覺得 別人一定會給你一些輕輕的工作 因為你受了傷 他應該最害怕最害怕最害怕的 應該就是 怕公司放棄他長工的合約 可能已經準備了 有機會的 其實通常都是這樣的 等到最後一刻 你的公司的工程已經結束了 當你正式的最後一天 即是用公司的形式 然後才會叫你過來 香港的 麻煩你過來 現在就完成了 現在我們正式簽你 什麼時候生效 就做一場工 我估計應該還沒簽 我自己也有類似的 請人的時候的經驗 是這樣的 等他完成了他的試用 或者怎樣才跟他正式簽 那張合約 你不知道他當時會發生什麼事 誰知道他突然跳起來 追著人咬 原來牽涉到什麼 借人錢 或者怎樣 你不到最後一刻 都不會真的走去簽 就簽了你就上身了 這樣就糟糕了 這一次 你說要等你大哥的腳好 然後再兩個星期後才上班 給了一間公司 你請到他做長工的話 當然你有這樣的需要 是的 很肯定有這樣的需要 亦都叫做安排了人手 就是在你正式做長工回來的那天 就是為之要有人坐在那裡 那個機器不會等你 是嗎 就是了 他也不懂自己做事 都要有你在這裡用才行 是的 例如那些啤機 類似都是Machine Operator去做的 我不知道他做是不是啤機 還是什麼機器的那些 什麼工業用的那些 還是什麼都好 還是封膠袋 或者什麼 塞膠師 什麼都好 我想他最擔心的是 老闆 等我回來 我會回來的 如果比作為我是老闆 老實說 你又不是什麼 那麼重要的崗位 你只是一個 機器的操作員 簡單 有那麼多人 隨時都可以找人頂上 抱歉 我們已經找了另一個人 我們已經等不及了 我們的生產線 是需要讓一些人來幫忙 你的長工位置 太久了 是的 我最擔心的是什麼 被香港人出賣 這樣的情況 其實我覺得 應該 我建議他穿上長褲 硬撐也要撐回去 是不是 有這樣的風險 萬一被下一個BNO人 搶走了 還得了嗎 是嗎 或者這樣 你穿上長褲 我也怕老闆 脫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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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的 騙得到的 假設叫你脫褲 你再做多一層 許產是教你 現在就去買一些顏料 然後就開開開 跟你的皮膚差不多顏色 塗下去 是不是 不是吧 對 頂著才也要 這樣也可以 如果不是這樣 很難解釋 是嗎 是嗎 不用的 穿長褲 不過 由於他太太 將他先生 所遇到的遭遇 放在網上 這是一個機會 其他BNO人 還未有工 是時候 找找他先生 在哪間公司工作 分分鐘 撿死雞 是嗎 甚至乎 現在那些 跟他一起做 這份公司的工作 可能跟一間廠裡 有其他香港人 說 立即頂上 他懂 我都懂 立即搞定他 我也是香港人 一樣的 有手有腳 都是很聰明 或者很快手 他也是香港風格 我也是香港風格 一樣 很快 你看看他 他有去過這些集會 我也有去過 你懂不懂這幾個字 齊上齊落 是嗎 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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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好了 我們怎樣也好 希望他 早日康復 也可以繼續 做回他這份長工 對 在英國找工 不容易 對 怎樣也好 希望各位 而英港人 尤其是做工廠 高危工作的朋友 小心點 四個字 吉人天相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